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 简单机械中的滑轮 在课堂还没开始之前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以下的影片 原始人要把石头搬到树上 可是不管它怎么使劲 石头就是一动也不动 它该怎么办呢? 它能做些什么呢? 这个时候它想到了一个办法 它把绳子绕在树干上一拉 石头被拉上树了 可是在它不断拉扯的时候 绳子断了 这个时候它又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它制作了一个简单的机械 在这个简单机械上 它绕上了绳子 来来回回地拉了几次 石头真的能够被搬到树上了 这个简单的机械是滑轮 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这支影片来学习和认识滑轮 同学们 滑轮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滑轮是由轮子所组成的 同学们仔细看一看这个轮子 这个轮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是,这个轮子是凹下的 所以这个轮子有凹槽 那这个凹进去的部分是拿来干什么的呢? 是来让绳子绕在上面的 是的 所以滑轮是一个有凹槽的轮子 绕上绳子的机械 滑轮是一个有凹槽的轮子 绕上绳子的机械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看到以上的滑轮 那同学们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滑轮呢? 每一次周会的时候 升国旗的时候 其实旗杆上就有滑轮了 滑轮让棋子能够升到空中 所以旗杆上有滑轮 还有什么时候 我们会运用到滑轮呢? 其实工人在搬运货物的时候 也运用了滑轮 其实以前的人 为了要提水 从水井中提水 也运用到滑轮 也运用了滑轮 我们所坐的缆车上 其实也运用了滑轮 还有吗? 同学们 其实我们玩的空中绳索 也运用了滑轮 滑轮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用处 可真大呀 所以今天我们认识了滑轮 滑轮是一个有凹槽轮子 绕上绳子的机械 我认识了滑轮 我认识了滑轮